小萱 老师 您好 你好 我是老乡 我叫吴奇 我来自重庆 你好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个作品或者是这个项目 对20年线这个想法是怎么发展起来 是从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成品在脑海里面 所以20年来不断找人不断地拍摄 还是逐步形成的来展示一个现在当今的中国艺术家的面貌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分享一下 现在或是未来几年有没有一个新的主题 一个线索 或是从一个新的视角 来展示我们中国当今的社会面貌 或是某一个角度 这是我两个问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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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不可以再听后面的两位的问题 我们同时回答好不好 不好意思 时间有限 谢谢 萧全老师您好 我叫魏宝林 我是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 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然后刚刚其他几位观众向您提问的 都是关于您拍的名人 然后我看到您是中国最好的肖像摄影师 我看到您既拍名人也拍普通人 然后我平时也会带着相机去路上扫街 拍一些即时的东西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想拍路上的陌生人的时候 我是应该事先与他沟通 还是我就做一个纯粹的看客 我拍他就可以了 我觉得如果与他沟通的话 会破坏掉当时的画面感 就是已经不真实了 但是如果我直接不与他沟通 我直接拿相机拍他 可能会又对他有一点点不尊重 所以我想请教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好 谢谢您 最后一位 谢谢 嗨 萧全 还有大家好 我叫陈晓荣 大家都叫我Sharon OK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应该是很 就是说四五十年的事情了已经是 就从您出生到现在 那这一部集子里面 好像你比较注重于在就是文化还有艺术类 有没有想过去拍一些经济发展方面的 比方说商管界的一些故事一些人物 还有我想知道就是说您的下一部集子 会在什么时候呢 谢谢 好 谢谢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下一部计划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抓拍路人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不拍商业人物 其实首先我拍了很多企业的企业家 我做了接近十年的广告摄影 我拍了很多银行家 就是包括在深圳银行去工作的一个前美国商业部的一个副部长 好像是等等 我也拍了马卫华 好些人 包括王石这些朋友 当然拍的比较少 我还是更喜欢拍艺术家 多一点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路上该怎么抓拍的人 其实像马克里布西方的一个摄影师 包括布鲁松 他们在路上拍照片的时候 他们都是偷偷地拍的 他们很少去跟人打招呼 去拍照片 只有一次马克里布在一个饭厅里面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人在大个大的打电话的时候 因为在饭厅里面离这么近 他如果去拍他的对方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别扭 他唯一的一次让我去跟那个人说可不可以拍他 后来我就过去跟那个人说 我说他是一个来自法国的一个摄影大师 他要拍你打电话可不可以 然后他说可以啊 后来那张照片就成了画册里面的一张重要的作品 其实马克里布一直在就是在广州拍照片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很多那种麻烦 包括他在上海 我带着他在胡同里面拍一个老太太 在生那个蜂蜗炉子的时候 他去拍的照片 那个老太太一边骂他一边拿着火钳跟着他追 对 而且骂的脏话 我特别遗憾了我就觉得我没有拍到那个场面 我在保护老头 对 然后马克里布还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说 他说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有 任何一个场景你都有十到十五分钟去任你的拍摄 等保安发现你等他们来逮你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觉得尤其在路上拍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你善意地给他微笑 你先拍了他以后 你善意地给他微笑 然后他就觉得你应该没有什么敌意 我经常也在外面拍照片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到这个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拍摄的速度足够快 我经常在拍别人的时候 别人说他绝对没拍我 看他刚刚举起来就放下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举起的同时用的快门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你拍了以后 跟他善意地笑一下 如果他要让你删掉的话 那你怪你运气不好 还有人要够帅 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是吧 就是下一本书的计划 对 就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 我去了好些地方 其中我觉得对我一生特别重要的一年 应该是2007年 那个时候我去了南美 我到了古巴 到了巴西 我当时很想在哈巴拉大学留下来 当一个学生去学西班牙语 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 如果当卡斯托罗飞掉以后 我想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变成 变化的 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报道的计划 很多人就觉得如果我能拍到这样的计划 肯定会很有意思 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来自三联生活的一个记者 这个人叫袁月 他说小泉你更应该去的地方应该是尼泊尔 不幸的是昨天尼泊尔发生那么大的地震 感到非常的心痛 他说说不定 他说有一个普通人早上起来刷牙 他踩到一个佛看都是几千年的 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和西边的关系 好像就是缘分终于要到了 我就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 我就回到成都 然后从成都到了西藏 从西藏到了尼泊尔 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有闻到佛法 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佛经 可是我到了南匹尼 我到了施亚摩尼佛出生的地方 我到了波卡拉 我感到了那边真正的那种自在和清静 我一个月以后回到深圳的时候 很多我的朋友都说 你为什么变了 我也不知道 当时其实我在古巴的时候 我留了三十几根辫子 长辫的辫子 后来我觉得回到这个地方以后 特别不适应 我就到了尼泊尔剪成一个短发 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留 我留了十几年长发 我觉得我从尼泊尔回来以后 我拍到很多特别亲近特自在的 普通人和大自然那种关系 我很喜欢那张照片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是三连生活的记者 他评价我的这批照片 他说小泉 你的这批照片比你过去的照片 他指的过去就是 你们看到的照片 他说更加地自由和更加地辽阔了 那么我觉得 包括后来我也去了黄山 马克里布特别特别地喜欢黄山 可是我觉得老天 给到马克里布的黄山和给到我的黄山 完全是不同的 我觉得我呈现出的黄山 更加地那种 有那种更大气 我不敢在师傅面前说这句话 他拍的黄山就是雾躁躁的那种 就是黄山那样的 我那天得到那个黄山 这边一块大石头 然后中间有一个月亮 然后那种关系非常非常像 一个外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 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 更多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去游走 然后用一颗平静的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 谢谢 我相信接下来我如果再出一本书的话 或者如果这个邵芬还能闪光 让我跟大家在这见面的话 我想我一定会呈现的另外不同的一些图片 来跟你们回报 好 谢谢 热点掌声 谢谢肖全先生 这次其实除了带来故事之外 肖全先生也带来了他的一本经典影集 那就是我们这一代 这是一本大书 讯息之大 视野之大 胸怀之大 这个影响之大 非常值得大家珍藏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外头的登记处留下你的名字 可以通过草根书室来订购 我们再次以热点掌声 谢谢肖全老师 也要谢谢彭道 彭文权导演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肖全 我们这一代的讲座 下一次无界线的讲座 将于十月份推出 届时我们会将讯息 PO在我们的脸书上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无界线讲座 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掌声 更多的掌声 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再次谢谢大家 对于无界线讲座的支持和鼓励 那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让这个讲座在新加坡 拓展多元事业 也能够传达无界线的声音 就如彭道刚才所说的 你可以通过Facebook 或者是新浪微博 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期待下一次见面 谢谢 祝愿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 谢谢大家 我给你换个明天 因为我们都认识圆圆 是吧 好 好 我也是会跟您过的事情 因为我那边有两个学生 孩子的家都打掉了 所以这次可以跟孩子的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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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订阅 ください 谢谢大家